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有人有一些问题还是在question里面打上自己的问题 那么中国银行作为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 它对政策的把握以及宏观分析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的 那么它是特别顾问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也就是说背后是中国国家的金融精英 或者是能够对中国金融有决策作用的一群人写出来的 那么整体的回顾和未来的一个简单的展望 这里给大家稍微提一下 那么19年全球经济的中枢下移 其实这个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但是反过来讲的话 是同期的股市债市黄金等大类资产价格同步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奇怪 正常来讲 我说经济下行的话 股市债市应该都是双双下行 黄金上涨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反过来看的话 就是非常不健康不正常的一个市场 那么这个情况在2020年还会继续延续 中国银行写的是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大家别想太多 那么整体来讲 我们还是能够handle住的 那么宏观方面的话 就是中美始终是继续引领全球的经济浪潮 尤其是在中国目前崛起的一个阶段里面 在过去08年之后 中国是靠政府消费和政府引导 以及政府支出基建这些项目 来带动了中国以及全球 尤其是澳洲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虽然澳洲人民很多人不愿意去承认 对中国的依赖性 但事实就是如此 而目前的话 中国呢 过于庞大的负债和无法持续的良性增长的一个回报 那么在未来呢 有可能出现大量的坏账 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早就发现了 不会说没有发现 对吧 地方债还有银行违约都已经出现在中国 以前是刚性兑付 大家买了信托 每年6%的收益率 非常开心 什么也不都用做 每天每年拿利息就够了 但是现在呢 刚性兑付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呢 未来呢 中国政府会提出更多的一个调控 以及限制政策 那么对金融市场呢 也是一边松一边紧 有紧有松 那么大家在投资过程中呢 千万不能啊 踩了这个政府的 这个限制啊 包括P2P这些 党说了不能做 咱就不要做 不要打那个财源球 他那个小便宜 所以呢 很多投资呢 我们就要收一收 撤一撤 那么把资金呢 放在政府希望 或者政府主导的一些投资领域去 那么2020年的美国经济预计高位回落 警惕美国的经济失速 那么这个呢 是中国银行写的 但是我目前本人有点不太同意 目前美国经济方面非常的给力 对吧 连续出的数据 再加上昨天出的这个小费农 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一系列的数据呢 支持着美国的股市继续稳步上行 那么我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 我是比较看空欧洲的股市 我不敢看空美国股市 原因很简单 就是美国的经济太强了 我们看美元的走势 就能看出来 美元强 美国股市强 美国的债市强 那么在全球资本市场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看问题比较客观 而中国的这份报告里面呢 会有一点点的这种地域性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站在海外 咱们华人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 美国的经济呢 高位回落的概率是有的 但是呢 并不是那么大 整体的经济环境比中国还要好一点 那么美股呢 是处在一个估值顶部 叠加经济周期顶部 加上大选之年 啊 这里写的非常清楚 还有呢 欧洲的政治风险依旧存在 那么日股呢 虽然是在低位 但是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增长潜力 那么中国之外 可看印度 其实呢 说的话 大家都理解 美国的股票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高 但是为什么越高越涨呢 啊 谁也不理解 但是他就是在这样的做 这个就是市场 市场呢 往往会给人出人意料的一些反应 所以呢 啊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 而不是为了判断正确还是错误 我们判断的正确与错误 无所谓的 有的时候很多人判断正确了 但是赚不到钱 有的人判断错误了 也能赚到钱 所以呢 赚钱和判断的正错啊 对错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 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的是最终的结果 是自己的钱 钱袋子是越来越古的 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做到的 也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在2020年能够收获到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外汇方面 我们再来看右边的 人民币贬值压力降低啊 美元震荡回调 这个是比较客观的 确实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降低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房市不能涨了 房市不能涨 现在中国政府在把钱往股市里面赶 赶了半天 发现终于破了3000点 那么未来呢 中国的股市 我们在2020年的投资报告 GoMarket写的呢 也给大家提到了 我们今年的投资报告 其实还是蛮顺利的 我一共就写了几个点啊 大概是三四个推荐 那么现在已经有第一个实现了 就是黄金价格1600 当时呢 黄金价格还在1400左右啊 所以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那么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下降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在国内倒腾倒腾资产 不用那么着急啊 所以说呢 中国的A股 我们在2020年啊 也是看涨的 这里呢 我把这个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很多人呢 并没有收到我们这个投资的这个机会完整版啊 当然这个也 也不是最终版啊 最终版我好像没有掉出来 我桌面上只有这个减板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目前价格黄金价1460 所以说在我们发推的时候呢 当时到现在已经是最多涨了140美金 那么理由也非常简单 地缘政治危机继续存在 就是伊朗问题解决不了的 那么降息降准继续进行 大家始终是要印钱 资产是要资产价格还是要上涨 那么如果是不买资产的话 是最终钱是贬值了 那这个时候呢 黄金自然就是保值的 二元队纽币呢 1.04 跌落至1.032 最低差不多1.032 现在很多人被套牢了 像我自己也被套牢了 套得很惨 但是呢 是很有信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套牢很简单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澳洲烧了一把火 把澳洲的GDP烧掉了 把澳洲的旅游业烧掉了 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有这个逻辑思维在的话 大家总听网课 看新闻听广播 应该知道 一旦大火连绵布局三个月 然后呢 新州和维州的大火呢 甚至要连在一起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澳洲的政府啊 又经常被国际舆论给批评 被澳洲的人民给批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政府的公信力是在下降的 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队呢 它对应的是经济 对应的是政治的稳定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政治的稳定性就会减弱 所以说澳元是下跌 很正常 澳元在最近几个月 是非常弱的啊 所有货币队里面 基本上是最弱的 那么欧元呢 当时的价格是1.06 到现在呢 已经是涨了很多了啊 最高我们看至1.13附近 现在应该是在1.11附近 那么美元下跌的概率加大了啊 跟我们刚刚看到 中国银行的报告 也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China50 中国方面的话 我们是看涨至16500点 现在呢 基本是在13000多点徘徊 那么从去年18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啊 当时呢 是11200点啊 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大盘都涨了 百分之二三十了 那么中国是完全是希望啊 政府是希望咱们老百姓把钱呢 都投到股市上 由股市呢 作为一个导手 转到实体经济去 很简单 因为中国的钱 不管印出来多少啊 从银行里发了多少钱 他最终都不到资本啊 都不到实业去啊 都跑到金融市场炒房去了 炒这个大蒜 炒什么洋葱 炒什么大豆 炒这些东西去了 所以呢 政府希望能够引导 这部分资金呢 流到这个实体经济中去 而实体经济呢 中国目前是 不管是国进民退啊 还是国退民进 这个无所谓 我们不管 他就希望上市公司 作为中国优质 优秀的企业 他有能力运用好自己的资金 和股民的资金 那如果连上市公司 都做不好这件事情 中国有什么企业能做好 中国的小企业 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大概几十个人 二三十个人 每个员工 发几千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 你说这样的一个企业 能创造多少的价值 我认为非常少 但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上市公司 一个啊 稳定生存了十几年 或者是几十年的一家上市公司 那么他的管理团队 每年拿着年薪啊 几百万上千万的一个年薪 他们做的事情 从逻辑上来讲的话 对政府来讲 它是成本最低的 也就是说 把钱给这批人 总比把钱给一些小企业要好 所以呢 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中国目前推行的是 支持大企业发展 银行也是支持国企 支持大企业 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 是有道理的 它背后呢 是一个 最低成本的选择性问题 也可以理解成为机会成本 因为呢 银行放贷的时候 我们都说小企业 中小企业贷款难 但是大家看到没有 中国很多中小企业 贷到款 然后破产 然后跑路 都很正常 如果银行呢 每一家小企业都管银行 借个十万二十万 十万二十万 它的成本是很高的 那么如果是一家大企业 一下子就贷一千万 那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它可以十几个员工 一起去考察这家企业 那么考察一个月 最后拍板定下来 那么反过来讲 中小企业贷款的话 它一个员工 要跑几十家企业 每个家企业 要贷款十万 那么加在一起 才刚刚等于一千万 一家大企业的贷款 所以从效率来讲的话 中国目前是把 这些压力 从不足够的市场 也就是说 从银行体系内部 转移到企业本身 就是把这种 对资金的运用能力 转嫁给企业了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选择 没有什么对错 那么只能代表 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下 它本身是有利有弊的 那么英镑方面呢 目前英国顺利脱欧 政治比较稳定 资本是回流的 大家也看到了 李嘉诚呢 在去年 英国脱欧 这个这段时间呢 基本上买了英国大量的资产 我们也说 我们要跟着李嘉诚走 对吧 因为他的团队非常优秀 他的团队都是几百万 几千万美金每年去雇的 我们自己没有赚不到几百万几千万 对吧 我们自认为没有那个实力 但是呢 我们去跟着他们走 那么现在英镑上涨这么大的幅度 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推 大家呢 也可以关注英镑呢 目前政府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不喜欢波动的 大家可以避开 如果是喜欢波动的 那么他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种 在澳元这方面呢 这个不是我写的 后来麦克也给他更正了 那么目标价格呢 目前价格是0.68 以前的话很多人是看空的 那么我们有一个同事看这是0.62 但是我们都不同意啊 我和麦克也不太同意 我们最终觉得澳元最大的一个概率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震荡走势 如果是跌到0.62也太不像话了 那么涨到0.75以上也不太可能 所以呢 澳元大家也可以比较放心 那么这个货币多人呢 在今年也是比较稳定的 原因很简单 全球经济呢 现在处在一个复苏的阶段 即使不复苏 各国央行和政府也会加足马力 让经济复苏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作为商品和贸易货币的澳元来讲的话 就不需要太担心他的持续下跌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外汇类的 下方股票类的内容太多了啊 就不给大家讲了 大家可以跟各自的这个 投资经理去要 或者跟我们小助手去要 大家有问题啊 在question里面打出来 如果是跟不上的话 回去看这个youtube的一个视频回放 因为我们的内容非常多 也非常快 啊 有的时候就是跳着讲的 那么好 开始我们今天的pvt内容 那么 哎 怎么变成24号了啊 今天是1月9号 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啊 那么我们 这个又是自动播放了 首先呢 还是简单的说一下 金融交易是有风险的 那么我们在 呃 不停的给大家说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如果我们想要 赚钱 目的 就是赚钱 那么赚钱是结果的话 我们就要看过程 过程的时候呢 要看两点 第一点呢 是我们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的人呢 每天都想看一看手机 有的人呢 没有时间买了就放在那不动 所以呢 这是两种人 如果呢 我们买了啊 放在那 一刻不看就心痒痒 那这种人呢 我们就要有不同的策略来对待 我们很多客户来讲的话 大家就是啊 买了黄金 哎 感觉哎呀 是不是又要出消息了 伊朗是不是又要打美国了 感觉自己胸怀天下事 什么都要知道 什么都要清楚 就怕自己啊 可能感觉实际上 我们做的就是几万块钱的事情 但却感觉我们操了天下几百亿的一个生意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我们花的时间过多 而我们呢 本身有工作和其他事情 比如说要看小孩 要照顾父母 要上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我们是在做一个帮自己生活更好 或者让自己更快乐的事情 而不是把这个投机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 因为我大部分我个人带的呢 我的客户可能八成呢 是赚钱 那么两成呢 确实又亏钱了 那么很多人呢 就要去平衡 为什么亏 是不是我不适合 那不适合呢 到底是不适合短期交易 还是不是和长期交易 是不是和这个产品的属性 我不熟悉 还是说我 看做了这个 我又想做那个 我一天换十几只股票 我一天换十几个产品 我一天买卖几十次 所以呢 GoMarket从来 不会给大家任何短线 或者是这种超频交易的一些策略 但我们给的呢 都是一些中长期的 所以大家只要是在长期的方向上 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并且呢 单量不会太多 基本上一年下来 投资的回报率都是比较可观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到底能不能沉得住气 那么澳洲来讲的话 很有目前出现了一些公司 这些公司呢 不太正规 这些公司呢 他们没有把资金啊 放在澳洲的要求的 托管银行账户里面进行托管 比方说啊 打这个BPay的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 16683好像啊 GoMarket的名字就会自动出现 那么如果大家去查这个金融牌照的话 能查到我们 目前因为华人的数量越来越多 很多呢 原来在中国做业务的一些金融公司呢 目前已经被中国政府给赶回来了 赶回来之后呢 或者是赶到海外了 那他们就会在岛国注册一些金融牌照 实际上本身呢 在澳洲是无法正常进行金融活动和金融投资的 前不久就出现了一家公司叫普顿 是在悉尼的 当然了 有出现了一些丑闻 那么后来卷款跑路了 所以说呢大家不管是在哪一些公司里面来做投资 一定要认清这家公司到底合不合规 在澳洲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的资金是在正规的托管银行里面 公司的任何人是没有办法调用这部分资金的 这个大家要清楚 那么如果他有权利调用的话 那么就不是合规的 在澳洲呢就不合法 好了 还是我个人 那么目前早上八点半 周这个一三啊 是麦克二四是我来做给大家做墨尔本的广播 啊 第星期五呢会有不同的女生啊 我们三位女性同事会给大家交替做周五的早上的广播 这个总是在跳啊 我先退出来 那么晚上呢还是周四八点的网课呢 我们也会让新的同事呢 不停的去交替 给大家一些锻炼和给大家一些发表自己想法和观点的一些机会 那么我的老师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退休了 每天下午到两点钟就基本上不上班了 开始去打高尔夫了 其实我觉得在澳洲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不用羡慕这个中国华人啊 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怎样赚多少钱 很多人说这个中国的朋友一到澳洲啊 一甩手就是买两套房啊 一甩就是全款买 这很正常 因为在中国毕竟是机会更多 啊 还有今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啊 也是我们的客户 他说呢 在中国的这个朋友啊 啊 基本上都是身兼数值啊 并且都是在本行业里面随手就可以做一到两家上下游产业链的公司 比方说我在公司购买市内部啊 可以做一些什么额外的一些小生意 它是关联的 并且呢 成本很低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机会 而在澳洲呢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慎重考虑 比方说开奶茶店啊 就要慎重的考虑 现在有多少家奶茶店啊 到底我值不值得开 开了之后会有多少人来 因为人就这么多 大家每个人分一块蛋糕的话 这个蛋糕越分越小 而中国呢 是你可以把蛋糕做大 因为你做完这个城市 可以做下一个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几百万人 让你去做 这个生意才做的比较舒服 在澳洲呢 啊 就悉尼摩尔本 还有点华人 对吧 你做完这三十万 再做那三十万就没人了 上哪做去 就只能去新西兰 新西兰无非也就二三十万人 所以说呢 大家做生意的时候呢 要谨慎 如果想大富大贵 基本上很难 但是身体健康 是我们澳洲所希望 当然了 最近空气质量有点差 那么今天的 PGT的内容呢 就是四部分 一个是选举政治 一个是2020年是否加息 第三个呢 就是黄金的可持续性 第四个呢 就是实战技术分析 第一点呢 美国英国和新西兰 在今年都会有 政治上的一些变动 尤其是美国和新西兰 面临着总统的一个大选 那么总统选举的时候 一般往往本国货币开始下跌 像美国 现在美元就开始下跌 这是很正常的 一般在当选 开选当年 都会一整年的下跌 很正常 但是新西兰 牛币出现了一个问题 它下跌幅度不够 那么英国呢 现在基本上是稳定了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太多关注 那么2020年呢 是否会加息 那么上一次加息呢 是去年底的时候 我也说了 为什么选择做空德国指数 因为欧洲的一家银行 开始加息啊 央行开始加息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但是呢 目前看的话 其他的国家的央行 应该不会跟随 因为大家的经济 没有恢复到那种地步 第三呢 就是获利盘 现在回土 回土之后呢 黄金的价格 到底能跌到多少 那么黄金未来再次上涨 需要的动能 到底是从哪里过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黄金迟早会涨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问了 到底什么因素 能让它再冲破1600点 1600 伊朗的事件 没有冲破的话 它会不会像前年 2017年 朝鲜发射导弹一样 那么冲到1350美金 冲不上去 然后一直在1300 1350 1300 1350 来回徘徊 那么做了徘徊的 接近一整年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呢 如果是1600 冲上去失败 然后回调1500 然后1600 1500 1500 1500 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呢 如果未来给黄金的冲击力不够 那么今年有可能就是长期横盘 所以呢 大家要去关注 未来让它真正动起来的一些原因 到底现在还有没有 第四呢 就是实战 我们从上周开始 慢慢的就会给大家加一些这个实战实盘的演练 那么如果是网课都不赚钱的话 那大家觉得就赚钱就太难了 对吧 所以呢 今天的内容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先看这一点 就是听市场的话 为什么我们说大选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货币 我们看阿根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阿根廷呢 在去年8月11号的时候 当天啊 比索是下跌了30%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看到过啊 当时的新闻 说阿根廷不哭啊 比索一天贬值30% 两天啊 基本上50%一半的财富就人间蒸发了 一个国家所有居民50%财富就消失了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大选 所以呢 大选是真真切切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货币队 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 那么加息还是降息 宽松还是紧缩 这是两个概念 加息和降息呢 只是表象啊 就是说他说出来的 但本质上货币的宽松 还是货币的紧缩 我们老百姓 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这个才是真正影响金融市场价格走势的 比方说中国的降准 他就是宽松 对吧 那么央行回购 那么就是紧缩 那么加息和降息呢 只是降这个紧缩宽松的一个手段而已 并且呢是原来是影响最大的手段 但是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感觉啊 因为再降的话 大家也就这样了 习惯了啊 就跟女朋友天天吵架啊 吵着吵着就习惯了 再吵也没啥用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降息降了降了就没用了啊 那么欧洲央行来一个 哎加息试试 结果市场上反应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就证明加息和降息 目前在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里面 环境里面 大家的免疫度都非常高了 那么我们就要关注 它背后到底是宽松和还是紧缩 这个就比较关键了 就是找到最核心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样图表呢 也非常的简单 这张图表呢 是从2006年到2019年啊 13年的时间里面 就是央行的宽松和紧缩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2006年2007年 尤其是2007年的时候 蹭的一下子啊 这个央行呢 开始紧缩了 对吧 因为当时呢 这个大家也发现了信贷出了问题 银行发现信贷出了问题 马上就开始收缩了 收缩之后夸2007年下半年 2008年初发生了金融危机 就是因为钱断了啊 留不动了 以前呢大家是 你本来说好下个月借我钱 然后我还给他 对吧 下个月结果你不借给我钱了 我就没法还给上家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链断了 所以呢 在中国我曾经做过这个资产啊 就是叫资管吧 相当于是叫 但是跟传统二级上的资管不一样 叫资产管理 是东方资管 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些这个管理的概念 那么中间呢 会有一个赚钱的机会 叫过桥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 有做企业的人 可能在中国接触过 过桥贷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还银行上一次贷款 比方说你这个企业借了银行三百万人民币 那么这次呢 本息到付要三百一十万啊 要还上去 然后呢 如果还上去之后 按理说银行行长会承诺你 在还上去之后 银行把这款收回来之后 下一次下个月的啊 周一周二啊 我就再放给你啊 很快大概中间会差个七天到15天的一个审批时间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企业就很容易了 找我们这种金融公司 然后借三百一十万 按照七天或者十五天给利息 然后呢把这个钱还给银行啊 银行拿到钱之后非常开心 银行长就会上报说 哎这家企业非常的乖啊 每次都还利息 每次都还本金 然后上次借了三百一十万 这次想借四百万 没问题 哗批下来了 因为他的信用是在累加的 这个大家都很理解 对不对 我们的信用卡消费也是一样的 你这次啊 这几年一直是一万的额度 然后一直都还款 非常的顺利 那么之后呢 可能就会上调到一万五 再上调一万八两万 此后以银行贷款的额度 也是这样可以上调的 他的信用评级是在变的 那么良好的一个还贷的周期呢 就会不停的延续下去 当某一天啊 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光大银行的行长 突然说我不放贷给这家企业了 这家企业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惨 因为他借金融公司的短期周转的钱 是非常贵的 大概呢 每天是千分之几啊 比方说是千分之三 这个钱是非常贵的 成本对企业来讲 是不可接受长期的一个情况 所以让大家觉得 企业为什么当时呢 中国在这三四年的时间 出现了很多企业去借高利贷的情况 尤其是很多房产开发商借高利贷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中间被银行一刀切了 突然间出现了几百万 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一个漏洞 他没有办法 如果他不把前几个钱拿过来的话 他的后面呢 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他的建设 完成他的生产 所以呢 他基本上就是断了啊 之前的投入也百搭了 比方说他之前投入了一千万 那么后面还差两千万 这个楼就可以完工了 那么现在就差这两百万 他哪怕借高利贷也要借进来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 那么银行也有银行的苦衷啊 银行就是发现了你这个企业 在利用他的钱 并且呢 有可能还不上 就是说 什么叫有可能还不上 就是说 如果我这家银行不给你贷款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其他的贷款来源 或者低成本的钱去供你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银行就会一刀切 因为所有的风险都在这一家银行上面 当如果是你能同时从三到五家银行贷出来钱的话 那就没问题 银行会很放心 因为他把钱收到来之后 他会知道你可以从其他银行寄来钱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国目前中小企业 或者是缺钱的企业面临的一个困境 都走在这个钢尖上啊 刀尖上 所以说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再回过来看这个图形的话 就是在零八年呢 我们会发现这根蓝色的线突然往下掉 接近掉了百分之一百 就是说突然从紧缩变成了宽松 因为大家要救市 那么从零九年开始呢 我们知道啊 不管是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澳洲也好 救完市之后呢 零九年开始慢慢又回到了紧缩的状态 那么好了没有两年 一一年的时候又发现经济不行了 又开始宽松 那么最近呢 在一七年的时候又开始紧缩 一八年又开始宽松 每当当经济不行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数据是非常敏感的 也就是说 它一直在调控着我们的价格水平 不管是房价 还是其他的资产价格 大类大宗商品的价格 那么就是这个在不停的调节 因为这个呢 就相当于一个水池 我们就是池子里的鱼 那么央行放的这些钱呢 就相当于是鱼饵 它把我们养的肥肥的 那么如果我们哪天饿了 就会把我们饿的瘦一瘦 然后但是不会让我们饿死 饿的太瘦了 饿死了 那不行 所以央行再放一点耳 当我们肥了呢 然后我们就吐出来一点 或者是就是对吧 央行就收割一波 就是这样 包括政府的税收呢 其实都是利用同样的一个原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政治经济学 或者是税收学 税收是一份非常庞大的学问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危机呢 是远远没有结束的 这个很明显 大家看街上开的奶茶店的数量 就能看出来 危机没有结束啊 因为奶茶店的数量还在增加 真的是不可思议 连摩尔本森丑 摩尔本森丑的那个旁边啊 火车站一拐头 一出来竟然又开了一家奶茶店 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呢 这就标识着 大家没有更好的投资标的 所以才会一窝蜂的去投 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投资 谁会去投 看起来不错的投资啊 对吧 没有人会 当然了 如果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 这些投资标的都能够算好 标的大家都要抢着去投的时候 那就出问题了 还有火锅店 其实大家也知道 现在增尔本的火锅店也非常多 麻辣汤店也非常多 其实最惨的 我认为不是奶茶店 也不是麻辣汤 而是火锅店 火锅店的投资成本非常高 一投就是100万200万 有的时候看着他们白白的亏钱啊 一天都没有几个人去 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的自信 说在增尔本 一个30多万华人的一个地方里面 密集度那么低的一个城市里面 他不是上海啊 我刚从上海回来 密集度那么高 对吧 一个百货大楼里面 或者一个shopping mall center里面 他每天的流量达到几十万上 几十万或者几万至少 那么增尔本的话 他的流量很小的 这样的小的一个流量的话 你要从几千个人里面 再抓那么几十个去吃你家的饭 再说了 咱们在增尔本生活独立性还行吧 除了少数像我这种不做饭的 大家我相信家里只要是一家散口 我都会自己做饭了 吃火锅的这个会吃啊 但是这么多的店也不会轻易的选择 所以呢 周期很长 再加上现在火锅感觉同质化非常严重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再回过来看 BCI model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 就是风险指数啊 红色的线 上面有一条红色的虚线 红色的虚线以上呢 就证明全球的经济是一个高压锅 在危机情况中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17年和18年两次三次碰到 那么在19年 突破了这个预警线 突破了红色的线 那么再看上一次经济危机 是在06年07年的时候 06年05年的时候呢 啊 突破了这根红色的线 对吧 到了07年开始掉头向下 因为已经发生危机了 那么现在呢 又突破了这个预警线 这是全球经济状况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依旧不能乐观啊 大家如果是有投资 还是要谨慎 好了 奶茶店终于没有生意了 啊 我这几天一回来 我就看奶茶店 哎呀 看着看着我发现 这个流量确实比钱少太多了 尤其是我家对面那三家奶茶店啊 基本上 竟然还有又新开了一家 麻辣烫的 啊 真的很奇怪 啊 真的是没有生意了 所以呢 我认为澳洲经济呢 不仅是华人的消费力啊 老外的消费力 早就衰竭了 他们比华人的这个储蓄要差很多 那么债务水平比较高 澳洲的这个平均债务 家庭债务都是比较高的啊 大家其实看自己家庭就差不多能知道啊 除非除非我们是很有钱的 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在澳洲这个正常的一个附带啊 负债水平 尤其是老外上大学都要借钱 学费都要借去借钱去投 所以说还是比较有压力了 并且工资增长非常缓慢 啊 我们有一位年纪啊 比较年长的投资者 他呢 说在他刚来的时候啊 打工呢 就是十几块钱一小时 我非常的感慨到现在已经差不多 几十年过去了啊 基本上没涨多少啊 还是十几块钱一小时 我们的基本工资 所以说呢 这这么多年 几十年澳洲的工资没怎么涨 但是呢 其他的方面债务水平增加了不少 资产价格增加了不少 所以呢 投资者和消费者呢 是两种极端 消费者就会越来越惨 而投资者呢 会越来越开心 对吧 因为大的这些老板 或者是大的企业家呢 本身都是投资者 而我们呢 都属于就说消费者啊 所以说是两个概念 那么我们要转嫁啊 转转成投资者 那么潜在的减税呢 可能会带来适当的提振啊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呢 问题是啊 这部分带来消费能有多少呢 你像我们啊 总是在合法的去避税 别说我们了 就是说大家我相信都在合法避税 每年退税能退来几千上万的 所以呢 他减税之后 我们其实对退税 善于退税的人来讲 合理避税的人来讲 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呢 这部分钱 我依旧保持不太乐观的状态 那么澳洲央行和这个就是啊 联储 澳联储可能考虑再次降息 这个是正确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新西兰澳元对纽币 现在被深套啊 又我也被套了很多 那么目前新西兰 他的商业信心指数 依旧是不容乐观 所以呢 也是跌到了2008年以来 金融危机最低的水平 我相信在澳洲大火结束之后 澳元会有适当的一个反弹 因为现在受大火的影响 它影响了国际资本 对于澳元澳洲的一个信心啊 所以说呢 如果是新西兰未来在进步降息 加上大选的话 那么在三月之后 应该澳纽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目前进场还是要谨慎 因为现在大火还没有完全结束 这个影响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中国 很多我在中国做这个股票 的机构朋友来讲 他们说这个2019年 是过去十年最糟糕的一年 但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就是说2019年开始 就是夸夸夸往下下台接走 那么冲向中国的灰犀牛 其实呢 中国目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清楚 中国的决策者也清楚 中国的老百姓不太清楚 这个就是问题啊 所以说呢 我们要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判断 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 因为对我们澳洲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的消费和生产力下降了 那么澳洲咱们华人的生意也会很差 很多人都是靠中国的朋友来做生意的 对吧 不管是红酒出口 还是奶粉 还是代购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留学教育机构 很奇怪啊 在澳洲来讲的话 留学教育机构 既然地位这么高 在中国还是不太可思议的 对中国来讲的话 所以呢 就是澳洲来讲 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社会 大家就说没有任何的职业偏差 所有的人呢 都是比较热爱工作的 但是呢 我们所有的工作八成呢 都是来自于中国方面的一个支持 尤其是现在旅游业啊 我还是一个投资者 是我们的 那他是做旅游行业 他说这几天闲在家里 因为大火 没有人去包车了 没有人做旅游了 所以呢 大家身处的行业 就能马上第一时间感知到这个经济受到的影响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呢 是零加六 也就是说目前呢 基本上属于不赚钱的状态 很多企业 也就是说GDP增长 看起来是六 实际上基本上趋近于零 如果是他变成七 那趋近于百分之一 因为GDP和CPI的计算方式里面 有很多计算性的误差 或者计算性的误导 可以这么说 叫误导是比较准确的 比方说房价上涨这么多 但他为什么不计算在CPI里呢 对吧 这些问题呢 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深究的 因为拿出来的数据 如果加入了房价 可能CPI每年的上涨幅度 就达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最有可能 全球目前最大的危机 不是股市危机 很多人说股市高 不是的 股市高没关系 证明企业的能力 企业只要能赚钱 再高都不算高 对吧 我们现在的生产力 我们现在 以前的股价在十块钱的时候 我们是十个人的公司 那么当股价一百块钱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机械化的运转 十个人都是高管敌 还有一群 各个部门都已经扩张了 所以说呢 公司是在增长的 股价是在上升的 股市的总资产 总财富绝对是在上升的 因为我们投资的话 就投资两样东西 一个是房产 一个是股票 这两样东西比较简单 是傻瓜式的投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坐享 全国人民的财富 对吧 澳洲股票是澳洲 全部优质公司的财富的集中 我们不管是买了哪一家公司 买了指数也好 SX200 那么享受的就是澳洲 全国优质公司 未来增长的最终的财富 那么房产呢 不是我们买房多赚钱 而是整个澳洲的平均购买力 在增加 是所有澳洲人民帮我们在赚钱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房市和股市 另外呢 货币它也很简单 货币是第三类 它不是绝对的 它是相对的 所以呢 跟股票和地产不一样 外汇呢 是比较两个国家 谁更强 对吧 澳洲更强 澳洲就 澳元就涨 澳洲一把火被烧了 受到了挫伤 那么澳元就跌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外汇呢 是一个会涨会跌 一个平衡 跟打太极一样 你来我往 但是呢 股票和房产 就是两个 坐对电梯 我们就会最快到达 财富的顶端 做错了 我们就是在走楼梯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不是我们自身赚钱 而是别人来帮我们赚钱的 两个投资 所以呢 华人比较喜欢地产和股票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债务危机 为什么我们不能投呢 债务呢 很多人现在 我也有一个客户呢 去投了债务 我是比较反对的 尤其是这些矿业公司的债务 因为他投的呢 是一家公司 或者几家公司 或者一个行业的公司的债 那么这些债呢 企业债 违约风险 是越来越大的 因为企业在不赚钱的情况下呢 他的债是没办法马上知道的 当你知道这家企业不行的时候 就是他兑现不了你的债务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晚了 对吧 你只能去跑到他的公司 去报一堆矿石回来 那时候有人买吗 报一堆器械回来 之前给大家讲过 一个挖矿的机器1000万 如果是打折卖的话 只能卖100万200万 所以贬折就很厉害 那么股票无所谓的 大家知道这家公司不好了 大家可以马上就卖掉 对吧 一分钟就可以卖掉 但是债是不一样的 只有到交割结算的 那一天清算的那一天 我们才知道 这家公司是不是出问题了 所以呢 债投资 大家一定要谨慎 而目前的话 很多投资者一拥而上 依旧是在投债市 所以造成了债市呢 严重的泡沫 那么债务危机在中国里面 已经体现出来了 5月去年5月 包商银行出现严重的信用风险 那么成为20年首例 银行出现风险 并且最终是由 中央接管央行 那么8月呢 锦州银行也出问题了 不良贷款接近300亿元 想想大家想想 这300亿元都去哪了 我认为啊 就是左手倒右手 不知道留哪去了 对吧 太容易了 300亿 一个银行啊 一家银行 竟然有300亿的不良资产 那一个 一个一家企业贷一个亿 啊 还要300家企业呢 这个太夸张了 对吧 我们都知道 要跟银行借一个亿 有多难 300家这样的企业 真的是太难了 我觉得这里面 肯定是有问题的 该行董事呢 逃亡美国啊 飞机起飞前一刻被拦截 然后竟然还患癌症离世了 嗯 所以也不是很好做 这个事情 那么10月呢 河南的一川农商行啊 也是被调查 那么储蓄 储户 开始这个挤兑 金融最怕就是挤兑效应 那么仅一周之后呢 辽宁的一家银行呢 也是遭受了挤兑 所以呢 一连串的中小银行的危机呢 也是带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啊 就是资金危机是一个幽灵般的感觉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就在哪一家银行就爆雷了 那么P2P爆雷不可怕 最怕最可怕就是银行爆雷 因为银行呢 是信仰啊 P2P呢 是投投机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太可好 但是我愿意试一把 但是银行的是信仰 如果信仰都没了 那就完蛋了 中国的信仰现在呢 没有一个完整的信仰 这个相信大家都信啊 说什么信共产主义 信毛主席啊 这些没有完整的信仰 至少我这个年代的上学的时候 没有接受什么基督教啊 宗教的洗礼 那么大家信的什么呢 信的就是钱嘛 信的是资本 信的是这种尊重 就是私有财产的一个尊重 就慢慢在中国也开始流行了 所以呢 如果银行作为一个私有财产保护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那么中国的储蓄是非常担心的啊 尤其是年纪稍微涨一点的 大家就很害怕这个钱到底放在哪里 没有安全感 银行呢 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银行连钱都没有了 那企业怎么发展 企业没法发展了 经济就是恶性循环 所以中国的债务危机 大家看一下右边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债务违约增至历史记录高位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有贷款了 那么当年的坏账我们就不算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是创出了历史新高违约率 违约的债务啊 大家会发现4.9%的债务是违约的 也就是说100万借出去了 我有4.9万是拿不回来的 按照目前的一个数据显示 那我借出去的钱利息有多少呢 基本上也就是4.9左右 所以呢 我借出去钱 然后呢 一年下来了 我本来应该收回来104万9千 结果呢 产生了4万9千的坏账 也就是我刚刚好保本 那我何必要放出去呢 对吧 何必要做这些贷款呢 所以呢 未来就会出现一个循环 就是说 大家会发现贷出去的钱 风险更高 收益基本上是零 还跑不赢通胀 那这个时候谁愿意把钱作为放贷呢 没有债务 没有购买者 没有人去买你的债务了 那基本上企业又会陷入一个寒冬期 所以呢 现在中国希望呢 就是说资金往股市上去 这样的话 大家能够看到希望 为什么 因为股市套牢了 你不会慌 啊 中国股民被套习惯了 不会怕的 不会起的 但是债出现问题 就是大问题 银行出现问题 就是大问题 就是有几对效应 大家就去啊 工厂门前 去企业门口 去银行门口 啊 去堵你 对吧 去游行 示威 但是股票被套了 谁有示威的 大家谁说自己的买了100万的股票 被套了80万啊 剩80万了 然后20万都没了 谁会去游行 没人会去游行 这就是中国股市特色和债市的区别 就是信仰是不一样的 文化是不一样 所以中国政府是希望啊 把散户和股民啊 债民赶到这个股市上去啊 啊 就涨跌 不管了是当然是希望涨 而跌了也不会闹事 大家安安静静的开开心心的 这个是最好的 那么企业的融资渠道呢 也就是从债市呢 逐步转成股市 所以这个是比较希望看到 加上之前科创版 中小版 各种版开起来 但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就是 政府有这个意愿啊 当然也执行了 不过底下的大家不接受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是怎么回事 上市的公司本身 可能就有很多是有问题的 即使变成了注册制 大家更不敢买了 就是一波炒作之后 我们都知道科创版 刚刚开始那几天啊 连续所有股票都涨停 一路猛涨翻个倍 都是很正常的 那个是政绩 政绩结束之后 我们会发现科创版股票 现在还有人问吗 还有人问吗 科创版没有人了 对吧 那一波热劲过了之后 我就发现 慢慢都跌下来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政策导向型的 一个缺点 也就是说 它市场行为不是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妈妈让我们学习 对吧 它不是我孩子自己想去学的 结果呢 应试交易出来的时候呢 孩子到海外就发现 哎呀 大家主动学习能力好差 好差呀 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也不去主动学 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培养出来 那种主动学习能力 在中国资本市场也是这样的 大家没有培养出来 那种主动去研发 或者调研期啊 投资的这些能力 只是跟随政策 就是党说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八成能赚钱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短期内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要看到问题 背后的一些本质和逻辑上 不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 那么可怜的伊朗 现在我们再跳转到中东地区 我们要带着大家转一遍全球 从澳洲 新西兰到中国 再到这个美国 欧洲 再到中东 那么伊朗呢 是比较可怜的 现在发现伊朗基本上没有什么盟友 在伊朗受难的过程中呢 中国加紧和美国在做谈判 因为知道现在美国面临两大抉择 一个是美国特朗普选取 另外一个是伊朗问题 他脱不了身 那么中国的这个情况呢 就对美国来讲不那么重要 不那么重要 我现在该你谈条件 我谈什么 美国就基本上就听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如果是发难的话 美国是双面双线作战 所以中国会抓紧机会 商务部呢 也是发了消息 今天13号到15号 率领团队刘鹤带队 去访问华盛顿 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所以对中国和美国股市来讲 都是一个利好 尤其是对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3000点还是有的涨 大家也不用特别恐慌 但是呢 对股票的选择还是要注意的 或者是买指数啊 都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这次在上海 也是见了我们客户的一个弟弟啊 他本身也是做这个投资非常厉害的啊 今年已经70岁左右高龄 但是我们拜访他呢 也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在他看来 他现在主要资金的都是放在指数上 也就是说拆拿50指数啊 所以因为他也懒得去买卖了 那么多的财富都放在了指数上 因为他相信的是中国经济 指数的好处呢 就是他代表的是最优秀的一批企业 如果这家企业不好的 他会被从这个指数上剔除掉 换成一家新的企业进来 所以呢 指数就是最优秀的企业的集中和代表 他有一套自己的选股的方法 如果大家比较懒的话 买指数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如果大家有内幕消息的话 可以买一些个股 那么总结来讲的话 就是四点全球产能过剩 世界贸易退化 资本市场继续爆炸 科技商增加 那么这四点 他有一些因果关系 大家可以想一下谁是起因 起因呢 就是第一点全球产能过剩 全球经济发展到的今天 我们发现美国不想绕中国的货 是因为美国自己也能产 只不过有中国的货进去之后 又便宜质量又好 结果美国货卖不掉 所以呢 大家都在生产 都有同样类似的生产能力 并且生产出来的东西 都想卖的更多的情况下 这个呢 就叫产能过剩 我这次回上海 我一个朋友接待我 他也是在做私募的啊 就是之前林园私募 林园呢 在目前中国私募界 应该是能排进前三了 买茅台一战出名啊 拿了20年的茅台股票 那么他跟我讲啊 他刚回这个 从美国回中国的时候呢 去接父母的班 就是他父亲呢 呃 是去进了一批 这个做服装的嘛 进了一批设备啊 花了不少钱 1000多万 进了设备 他当时呢 是反对的 为什么呢 最后结果也确实发现了啊 这1000万基本上打水漂了 最后只换回200万 那么他形容当时那些卖设备的人 看着他们去了 两眼都放光啊 感觉真的是见到了冤大头 结果很简单 最后赔了 原因就是他们注重的是生产端 生产能力扩张了 但是消费端没有解决 就是产能过剩 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换再好的设备 以前我们一天能生产1000件衣服 现在我们一天能生产1万件衣服 很快很容易 换个设备就能实现 但是原来你卖1000件衣服 消化掉你1000件衣服是10家店 那么现在需要100家店进你的衣服 那这90家店怎么去找 也就是说当产能去过剩的时候 你产能升级是很容易的 但是消费力没有升级 我们的消费是叠加式消费 什么叫叠加式 我有一件衣服 我最多就有一百件衣服 我就足够了 所以呢我的消费 我的这个偏傲曲线 大家有没有学过经济学 是一个向上的曲线 然后平了 先往上走 然后横盘 所以呢不管我们对什么东西 不管对豪车也好 美女也好 对吧 对帅哥也好 我们的需求曲线都是这样的 就是给你10万觉得OK 给你10个10台电脑 你觉得非常爽 但是给你100台电脑 你会觉得我要这么多干什么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 人本身的欲望是有的 但欲望是有限的 我从来不会想 大家给你100万台电脑 你也会开开心心的 你宁愿把这些电脑 换成别的东西 对吧 所以呢对于任何单一行业 和单一公司来讲 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就是在这一点上 全球产能过剩 那么全球的消费 没有继续增加 因为大分能够消费 或者有消费能力的人口 是在对 是在锐减的 尤其像日本 对吧 传统的进口大国 美国保持收益率 生育率比较平衡 欧洲生育率是负增长 韩国生育率 基本上也是负增长 中国目前生育率堪忧 基本是保存1.25到1.3的比例 基本上这个比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100年后 中国人口是缓慢递减的 所以呢 全球主要消费国家的人口 都是在递减 并且全球老龄化非常严重 越来越严重 中国很明显 中国我们中间 这一代是独生子女 上面是有几对老人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一对夫妻上面是 二四六八 差不多 有可能还有更多的老人 所以呢 这些情况就会导致 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点呢 是全球贸易退化 全球贸易 这个是 结果啊 我们从先看右边吧 谁是起因 刚刚讲过了 全球产能过程是起因 谁是过程呢 过程呢 就是研发创新 就是第四点 科技商增加 科技商增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呢 呃 大家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拼了命的 要搞产业转型 什么叫产业转型 产业转型 就是搞金融的 结果去啊 卖鞋了啊 去炒鞋了 对吧 换着东西去炒 那么原来做服装的呢 现在开始捣灯手机了 啊 像小米这种人啊 对吧 小米这种公司雷娟 他们不都是这么出来的吗 啊 还跨界打击啊 跨界什么叫跨界 就是你今天干火锅 感觉不赚钱了 然后明年想开一个 做奶粉的公司 后年想开个其他的公司 做车啊 现在不是什么电动车 对吧 中国电动车概念非常火 做电动车的这群人啊 像贾跃亭 又做电动车 又又做电视的啊 现在又又个人申请破产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商增加 商增加就是无序增加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做一件事情 是要慎重考虑的 比如说我们 比方说我在go mice 我要一步一步的做 对吧 就在这个职位上 做两到三年 然后升到上下一个职位 再往上升 然后一点点了解 这个整个行业的上下游 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了解股票 再了解外汇 再了解黄金 期货 再了解衍生品 再了解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商增加无序增加 那就是说 所有的企业家 或者想要做转型的人 来讲的话 他是无序的 他今天看到这个好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奶茶店火了 那我明天就想再开一家奶茶店 他在隔壁开 我就在他旁边 100米200米的位置再开一家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商增加 在墨尔本也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这么多火锅店 奶茶店 还有这个麻雅汤店 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因为中国人多 所以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有两个哥们聊天 之前大家是做这个行业的 结果呢 最终两个人倒过倒过来了 都去做了对方的行业 都觉得对方赚钱 其实对方觉得都不赚钱 最终的结果 那么这个呢 就是无序增加 那么结果呢 就是互相斗殴 不管是全球贸易退化 或者地缘政治呢 这个呢 都是在互相斗殴 当大家都赚钱的时候 老大赚了 比方说能赚100万 老二能赚20万 老三能赚2万 都很开心 对吧 像我们老板可能赚1000万 啊 两个亿 甚至50个亿 那么一年 那我们呢 一年能分个50万 100万 那我们新来的同事呢 可能能分个几十万 10万 5万 那大家都很开心 那如果是 大家的层 这个 老二崛起的速度 比较快 像中国 对吧 中国前半时间 前几年崛起速非常快啊 原来只赚20万 30万 美国赚100万 没问题 那现在夸 赚90万 但是世界的蛋糕还是只有这么大 世界的这个大蛋糕里面可能只有一千万 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去抢美国的市场份额 去抢其他的市场份额 对吧 我们就是在一个大的竞争环境里面 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有限的 所以呢 竞争的观念 大家一定要有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 要有竞争意识 呃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导致了一个结果 互相斗殴 解决措施 大家打了半天发现 哎 你打我一下 我打你一下 自损啊 上帝1000 自损800 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携手解决 怎么解决 印钱好了 那么在上边的大佬印钱的时候 他们是赚钱的 对吧 蛋糕不够大 我就做大 蛋糕怎么 正常是怎么做大啊 你是要发面 对吧 你是要揉面 慢慢的去发酵 要有一道工序 但是现在我不 我不想等到这道工序 因为这道工序之后 我可能就 总统就下台了 三年就过去了 五年就过去了 所以呢 我往里面打空气 注射空气 对吧 那么空气注射进蛋糕之后呢 蛋糕就膨胀了 那么就是往里注水呗 注钱呗 那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就是这样 那么决策者和执政党来讲的话 都不希望经济缓慢增长 而希望高速发展 所以呢 永远都不希望衰退 对吧 不希望蛋糕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是一个本性 不管谁在那个位置上 都是一样的 没有对错 只是一种现象和结果 好了 讲了这么多的大概念 大家赚了一圈全球 然后回到自己身上 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自己的交易 能不能赚钱 我们的投资 能不能最终获利 在去年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客户是赚了很多钱 尤其是什么客户呢 认真的客户 就是说 他会拿笔记着 每次会记起来 因为我讲过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打分 我们给我们的每一项投资 都要打分 相信没有几位 能做到 那目前我知道的 有两位能做到 这两位都赚钱 并且都赚了很多很多钱 可能赚了一套 house的钱 大house的钱 所以呢 这是在金融市场上发生的 不是实现不了 也我自己有时候做不到 比方说打分很简单 你就把政治经济和央行列出来 然后时间 空间概率列出来 就是这六点因素 列一个表格 然后你写进去 为什么你要买涨黄金 对吧 时间空间和概率 时间是什么 什么什么时候 12月27号 伊拉克的一个什么东西 被炸了 伊朗的一个将军 什么时候被炸了 对吧 未来美国要在多长时间 做出反应 那么这个呢 就是时间 空间是什么 向上 如果是破了1500整数位 向上的空间在哪 上边没有阻力位 阻力位就在整数关口 1600点 对吧 不然的话 没有什么阻力的 因为已经是创出了 近几年的新高 那概率上涨的概率 当然大了 现在经济这么差 对吧 没有人说做空黄金的 那么再看政治 央行和经济 经济不景气 支持黄金上涨 央行放水 支持黄金上涨 最后政治 政治就是伊朗和美国 那么导火索不就出来了吗 谁还敢在这段时间 做空黄金 所以呢 这个就会给我们一个大的逻辑框架 我们就是不会说啊 亏很多钱 那么在1600点 他开始回调 那么就是获利盘 在1600点 能不能上去 如果没上去的话 很明显 大家心里都知道 这个时候呢 需要有新的资金进来 如果新的资金 无法支撑到1600美金的时候 那自然我就会获利离场 我都赚了这么多钱 我为什么还不走呢 对吧 一手黄金 大家都知道能赚多少钱 15万的订单 从1500点 涨到1600点 我能赚1万块钱 我为什么不走呢 对吧 所以呢 很多的获利盘就走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的就是交易心理 这个故事呢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就是小时候 我们都学过一个叫小偷 一个小偷 跑到晋国的这个饭室家里偷东西 看到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 小偷心里非常高兴 想把这个大钟背回自己家 但是呢 钟又大又重 搬不动 所以呢 想来想起 他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把钟敲碎 然后一块一块的搬回去 所以呢 小偷找来一个大锤 往钟去砸 结果呢 钟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所以呢 小偷情急之下 想出了一个办法 捂住自己的耳朵 这个呢 就是掩耳盗铃 当然了 他敲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并没有用 所以呢 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 不考虑市场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只是把自己困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我认为 我相信 但是你没有给出客观的理由 和客观的根据 去支撑你的论点 我们说在中国 在老外这里 写essage 写论文 一定要有论点 论据来支撑你的观点 那你做投资 怎么把这些东西都给忘记了 我们不能自己想 当然的去说 黄金是不是应该下跌了 周五涨了这么多 周一还能涨 还能涨 我就空它 结果你从1500多空 一直人家涨了1610美金 不爆仓 你都不爆仓 那等着谁爆仓呢 对吧 做投资呢 千万不能掩耳盗铃 你要明确的发现 这个市场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就像我本人 我之前是看空股指 后来我又看多 我后来又看空 又看多 没有市场是不变的 你一定要敬畏这个市场 最终的一个受益者 就是你自己 如果我们一定要跟市场逆着来 比方说澳牛 我们知道 它没问题 可以涨回来 但是你要跟它赌气 拼命的加仓 那多少钱都不够你加的 但是我们能够耐心的去等 等这把火烧完 等澳洲大火慢慢熄灭了 经济慢慢回溯了 那我们等到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新西兰开始大选之前 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还有资金 我们再近一点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呢 市场是在瞬息万变的 我们的策略呢 也不会一成不变 大家呢 千万不能掩耳盗铃啊 我什么都不管了 我开始亏了 我被套了 我就不管了 这是不对的 好了 最后呢 就是2020年全民资产配置时代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中国银行2020年白皮书投资计划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主要就是两点全民GDP的增加 啊 我这次在上海也感觉到了 出租车啊 我打车 出租车甚至很傲娇的不来接我 对吧 人因为人家上海有房啊 所以呢 开出租只是他的乐趣 他不想来接我 就不接啊 这就是他的权利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全民GDP提升带来的一个效果 或者结果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老龄化的家具 大家在投资公司的时候也要注意 还有呢 最后一张图呢 就是12月资产表现 全球PMI见底 PMI就是全球制造业 受这个降息浪潮的这个情况影响呢 基本上也是注底了 好了 我们简单的走一遍这个 各个产品的走势啊 大家有问题 也可以在Question里面去问出来 那么今天呢 已经9点了 我们就快快的给大家过一遍 澳元队纽币 15分钟图形 已经上穿了带入固比均线 并且呢 上穿了这个维拉斯通道 维加斯通道 就是两条黑线 所以呢 大家如果手里不多啊 觉得手里的这个澳纽不多的话 可以在15分钟的这个图形上 稍微买一点 做短线也是没问题的啊 那么在日线呢 他已经是逼近了去年两次的低点 对吧 这个1.032啊 是最低点 那么在去年三月份 到达过1.026啊 去年的7月份 到达过1.026 那么目前呢 是在1.032 目前日线级别开始反弹 所以呢 大家如果手里不多的话啊 或者是没有什么订单啊 可以适当的买一点 那么15分钟线 再给大家开演 15分钟线呢 基本上已经开始啊 涨到这个黑色的线以上了 好像大家今天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安静啊 有人举手 但没有人问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再简单的过一下其他的产品 我们就从上网下捋吧 欧元对英棒 我们先看 欧元对英棒这个产品呢 做的人不多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和英国呀 它跟欧元和新西兰纽币差不太多 一般往往是到0.9的时候就开始做空 对吧 上边大家看这幅图啊 有点像是就是上下上下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在这个我们缩小一点好了 我们换成日线 日线呢 从2016年啊 英国脱欧以来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低点的是0.832 那么高点的是0.93 大概1000点的一个振幅 那么在今年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 它又跌到了0.832 就是英国呢 那段时间大选结束了啊 不是大选 就是大选和议会啊 都结束了确认脱欧的时候呢 差不多最低是到了0.832 那么现在呢 正在正在往回升 所以说呢 英英镑欧元啊 就是欧棒这个产品 也是可以考虑做区间的 那么我们再看英镑对美元 英镑对美元呢 在技术图形上来讲的话 它在1.33的位置 整数位有一个非常强的阻力 大家看一下 它基本上是一个M型的 对吧 上面是一个山峰状的 那么现在正在回调 如果它回调到蓝色均线 蓝色均线和黑色均线附近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买涨 因为整个来讲的话 英镑呢 是处在一个上升通道里面啊 它如果是画一个平行线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上升的通道 所以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上升通道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买盘的力量比较强啊 所以大家可以逢低稍微买一点 当然了买入英镑的持仓成本比较高 所以呢 这个产品呢 大家可以自行考虑 澳元呢 就比较惨了 对吧 大家看一下澳元是最近连续下跌了 好多天 已经跌破了这个黑色的线 但是刚刚英镑没有跌破 对吧 英镑还离这个黑色的线很远很远 但是澳元已经跌破了 因为澳元的这把火烧的太猛了 它已经跌破了自己上涨的这个通道 那么目前呢 啊 它好一点的是呢 它的第二个上涨通道并没有 我们依旧是画平行线 其实在外汇走势里面呢 日线的这个平行线啊 是看的比较清楚的 因为外汇方面呢 它是按季度来走 因为经济指标啊 数据经济周期 它都不是一天一变的 它是一个季度一变 对吧 这个季度就业数据好 那么下个季度再出数据 再出新的数据 所以呢 澳元啊 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季度性走势 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一个一个季度啊 一个季度一直在上涨 不停的就是每一个低点 很简单 每一个低点 我们先画第一个低点 是不是在这儿 0.6688啊 然后低点开始上移 第一个低点上移 我给大家再画一个竖线啊 这是第一个低点 画的太多了 然后这是第二个低点 每一个低点呢 都在上移 然后第三个低点啊 又在上移 所以呢 上移的话 连续三个低点上移 就基本上预示着 它未来的价格 是属于在一个上升通道 如果这把火烧完的话 相信澳元还会回到 这根黑色的线以上 美元对日元 我们做的人很少 因为我们自己也做的不多啊 这个是美元对日元 我们都在日线图上看啊 如果大家想要看那种短线 也可以啊 我们会发现它有坑啊 美元对日元 把这个坑给补上了 一个微型的反转 那么现在呢 又到了顶部啊 基本上又到了顶部的这个阻力位 非常强的位置啊 109.66 如果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想做空的话 可以稍微试一点 为什么说稍微试一点呢 因为它本身也在一个上升通道里面 只不过呢 每次到了这个109.66啊 就下去了啊 所以说大家这个是可以做空的 一般来讲 我们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最弱的那个品种做空 然后最强的那个品种做多啊 这个是欧元 基本上呢 目前非美货币呢 都是跟我们预期差不多一致 都在反弹 那么这个呢 就是China 50指数 目前呢 已经涨到14,500点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一开始啊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 看一下我们当时的价格是多少啊 一千 一万三千七百七十三 那么目前呢 接近涨到了一万四千多啊 涨幅也是非常可观的 一万四千五百 其实基本上涨了接近一千点 啊 换成日线就更明显了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啊 从这个日线一路上涨 那么中国的股市呢 大家也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黄金啊 黄金再看 黄金 我这里呢 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黄金这次为什么上涨 大家相信很理解 就是中东出现问题 中东出现问题 什么上涨 黄金和石油上涨 什么下跌 股票指数下跌 对不对 所以呢 当天周一的话是 德国股指是下跌了很多 我做空的股指 我没有买黄金 为什么黄金的持仓成本太高 这是第一 第二黄金的反应速度太快 我跟不上 因为我没办法一直在看消息 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也是一样的 第三呢 黄金已经涨太多了 啊 我有长线单 我有黄金的股票 SBM 所以呢 我不想再买太多的黄金 那为什么我做空股票呢 因为石油现在也太高了 因为石油的多单 我已经出尽了 大家跟着应该赚了不少钱 都涨了70多了 还没赚钱 那那真的是 不是我的问题了 那么 股指可以做空 是因为股指的价格太高了 对吧 股指 各个股指 创出股票啊 指数创出历史新高 你不空 他心里都难受 所以呢 最终呢 两个高位 对吧 还在涨 那我当然不能追涨 但是一个高位在下跌 我肯定可以做空 所以呢 最终选择了 德股指 结果也非常给力啊 跌得非常惨 啊 但是今天 哎都回来了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伊朗服软了 那么 Tradingville里面有一个功能 不错啊 可以带着给带着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问题啊 这挺多的啊 既然都是英文的 大家这个英文不错呀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NAN and APS in 2020 NAN我还持有 APS我也还持有 不担心 不担心啊 这些股票类的投资啊 大家选好一个进场点 不要追涨 不要杀跌啊 就是耐心的 澳洲股票 要有耐心 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低点进去 然后后注 买买了注 然后不用管就行了 啊 先给大家看一个好玩的 这两个图呢 啊 一个是K线图 一个是橙色的是 这个折线图 他俩是反向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谁能告诉我 他这两个是什么产品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 我在这个文章里也写了 K线图呢 是黄金啊 橙色的这个走势图呢 是 WBC啊 澳洲的Westpac 银行股啊 银行股 银行股竟然和黄金是反向的走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换成一天啊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反向走 所以呢 就会发现啊 这个橙色呢 是银行股 银行股如果是先下跌了 那么未来是不是黄金可以上涨啊 对吧 有没有这个规律 对吧 大家可以自己看 那么相反呢 黄金上涨呢 银行股是不是下跌啊 它是一前一后的 对吧 我们可以发现 它不是完全重合的 它会有一个一前一后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不买银行股 是因为黄金一直在涨 那么现在的话 黄金到了关键关口 一千六百点 一千六百美金啊 上不去了 那大家看 这个银行股已经跌到了底部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大家如果手里没有银行股 或者想要保险投资的话 银行股票现在可以开始考虑了 因为呢 银行银行股也住了两个底了 然后 any idea about nst spp nst这些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股票啊 尤其是黄金类的股票 大家可以长期后 黄金期货呢 是有持仓成本的 但是股票持仓成本就低的很多 如果在我们这里用刚刚做的话 持仓成本呢 是百分之三左右啊 三点多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调整 如果养老金利有钱的话 也可以养老金去买一点 养老金也是可以买股票的啊 像我的养老金里面就是个股 所以呢 不一定要买那种指数基金 我个人认为澳洲的基金公司啊 水平太差 去年的话 像我们的投资推荐呢 是回报百分之三十多 但是基金公司 大家的super 养老金有几个能超过百分十的 很少 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找澳洲基金公司的经理 澳洲的经理实在是水平太烂了 那么UKO 有人问UKO 我们先讲完这个 我又跑题了 我把它换掉 这个是黄金啊 我给他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呢 原油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中东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伊朗的问题 伊朗受到的影响就是黄金石油 对吧 那我们看15分钟线 大家发现没有石油的波动速度和幅度比黄金要高 对吧 从20这个呢 最左边的图啊 是2019年12月31号 从2019年12月31号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而橙色的呢 就是石油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画一下 那么这根线呢 就是石油上涨速度 大家看看是不是一根线上去啊 而黄金呢 是缓慢爬升 对吧 那么第二次石油是这儿 对吧 第二次出事 那么又一根线上去 那么黄金呢 也是缓慢爬升 对吧 所以呢 受到影响最直接波动最快的是石油 那么随后呢 大家发现 我擦掉 从这开始啊 我圈一个圈 从这开始石油开始回落了 一直跌一直跌 都跌回来了 但是黄金是横盘的 这个时候 请问大家 黄金还能买涨吗 当然不能了 你赶紧跑啊 因为石油都已经跌成这样了 你还不走 对吧 好了 黄金开始下跌 那么再到后来横盘 那么蹭了一下 石油又上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了 看一看黄金啊 又是慢慢悠悠的 一直在涨 涨了好几个五分 十五分钟啊 那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知道追涨了 那么我们再看这儿 石油跌的惨不惨啊 石油跌的太惨了 都跌到这儿了 就跌了百分之二点五了 从涨百分之六 到跌百分之二点五 石油总共下跌百分之八点五啊 同志们 下跌了这么多 你说你的黄金还不跑吗 所以呢 一千六百美金啊 这个整数关口 这一次事件带来的上涨 看石油 我们就能看出来 结束了 它已经下跌了这么多 所以呢 黄金是滞后的 对吧 然后跟随着石油的下跌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在大的 如果大家头小一点 比方说零点几手 零点几手 玩无所谓 但是大家如果是资金比较大 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仓位来判断 那我们一定要找到比较靠谱的参照物 像我们做投资呢 现在不会说是判断什么 啊 太多的技术指标啊 因为技术指标是滞后的 我们会看 到底是谁先发生的 谁是跟随发生的 有因必有果 原因就是伊朗出问题了 伊朗最直接影响就是石油 石油 然后是黄金 对吧 然后股票也是有股票的因素 所以说你三点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他们收到的经济 目前的经济问题 那么黄金呢是收到两种支撑 为什么是两种支撑 一个呢是经济不好支撑 一个是全球局域战争的冲击 所以呢 它上涨 但是石油呢 只有局部战争才会冲击 经济不好 它是下跌的 所以跌的时候呢 石油跌的会更快 如果我们要做空 我们就在1600点 就1600美金的时候 就不能做空黄金 而是要做空石油 对吧 黄金结果从涨5.5%到涨1.5% 跌了4% 但是石油跌了8%呀 同样的1万块钱 我们做空石油可能赚2000 但是做空黄金只能赚1钱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要找到最弱的那个产品 去做空它 然后呢 买 就是看到变化最快的那个产品 马上想到影响它关联的 第二个产品是什么 然后追进去 这样的话 你的投资就会简单很多 好了 还是那句话 大家想要2020年中国银行 个人这个投资书的啊 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 他都讲了什么东西 实体经济的兵 资产的火 对吧 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那么实体经济延续回落 这个呢 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 他写的还是这个词啊 用的还是非常好啊 货币宽松 资产反弹 全球资产价格同涨 底部抬升 你看看果然是这个中国银行写的 驱动因素货币政策 重归宽松啊 超配中国守得云开 超配中国提前布局啊 相机决策精准配置 这词写的啊 风险事件啊 贸易灰犀牛 大选黑天鹅啊 我们读一读这个啊 中国这个不中国 自己的这个中文啊 也能进步一些 自从来了欧洲 我们发现这个中文也下降了 英文也没有提升啊 结果最后中文听不懂了 不会说了 英文还是听不懂 就非常的有趣 所以大家啊 祝大家晚安 然后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看的 因为他讲了很多 美元欧元英镑 日元澳元都在讲 贸易摩擦也在讲 全球分化也在讲 供应需求 黄金都在涨 债务问题 所以中国银行的这个报告 是非常非常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么多页呢啊 还有各种各样图 几百幅图啊 这是一百多幅图 然后做的也非常精美啊 这是彰显了中国银行的 一个国际上的实力啊 这个分析报告啊 媲美摩根斯安里 媲美高盛和这个 Citibank这些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并且是中文呢 以前给大家英文的 故意大家也没得看 看不懂懒得看 那么现在是中文的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的看 那么这个呢 就是欧元区政府债务回升 期限拉长啊 其实都在说债务危机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啊 已经九点十五了 十六了 好了 谢谢大家啊 我们晚安 下周四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